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岳家的十七娘 卓裕举世无双 人称玉观音 家主让她当众卓裕 意在则续 这小女郎的手艺确实构成 众目睽睽之下 恍若至于无人之境 心无旁骛 唯有手下的玉 和她的一颗雕玉之心 真是了不起 谁是来看朱玉的 我们可都是来看美人的 这娶了玉观音 既抱美人在怀 又可用家财万贯 值得 那你们也要能娶得到才行 娶不到 那就多看亮眼龙 是 是 是 这是我给小妹做的 漂亮吗 漂亮呀 她们两个是一对 小妹哥喜欢 看看哥哥对你多好呀 来 子晴 爹也给你戴上 我们一人一个 老主 怎么了 十七娘果真是超凡脱俗 智如普玉神迹不霜 我验出十五万钱 十六万钱 二十二十二万钱 二十四万钱 二十八万钱 我验出三十万钱 四十五万 二十五万钱 西域燕子经 欲求佳人拜请提亲 西域她 我家女郎 乃是名阳天下的玉观音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求娶的 那既然是金孙玉贵的女郎 就还请家主 把她好好捧在水心上 不让这些脏东西 亏死了去 真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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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娶佳人 必当赤城 所以燕某 也亲近万千家子 好求窈窕淑女 鬼人可没有阳过妻子啊 鬼人可没有阳过妻子啊 言济初 行必果 老主刚才什么意思 你去下屏 你真的要娶十七娘 一见钟情 或是 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 此刻不要拿一个女娘的名解 别啰嗦 照我说的做 我秦家荡宅也要娶她 这不可理 你们在里边聊什么了 忙着可森求娶过 不知道 不小也一方 娘孙也不小 说是没有求娶过 那为何 我不知道 她要去约翠十七娘 让我去提亲 你说什么 郎主要娶十七娘 亲家荡产也要娶 就为了一个玉妃 你要娶月家十七娘 若她 若她不是你妹妹怎么办 若她就是我妹妹呢 嗨 啊 啊 哇 ér